暑假对于学生吧,来说是一个追剧的抛假期啊,夏天那么热,最适合宅在家包剧了,但是暑期也过完了一大半了,真是让人焦虑啊。 说到热度比较高的电视剧就有扶摇、流星花园等等,但是这些剧无一不是吐槽满满的,收视率虽然不错但是口碑却一言难尽啊,而陆寒和关小彤主演的偶像剧《甜蜜暴击》是收视率和口碑双递啊,毕竟这部剧是流量大咖陆寒和国民闺女关小彤的进行之作啊,所以芒果台自以为话题度已经很高了,所以连宣传都省了。 低调到你都不知道它上映了,儿童在湖南卫视播出的偶像剧流星花园,为了宣传快本都不知道上了多少次了,相比其忙碌播放平台,《甜蜜暴击》电视播出的收视率也真是太低了,简直创新了芒果台收视率最低啊,连投资人都没想到这部剧,居然没什么人看,国际要哭晕了吧,走入了那么高的成本,很多人都觉得,流量大咖陆, 郭寒自从公布恋情之后就遭到了大量脱缓,人气也大不如前,再加上现在大批新人小鲜肉涌入娱乐圈,自然是没有那么吃香了,小鲜肉本来就是吃年轻化的,被取代也是吃饱的事情。 就算一开始可以吸引人去看一下,但是很快就会继续不看,大概是观众忠诚度不高吧,《甜蜜暴击》手势惨淡,芒果台贵大了,三个原因导致口碑扑接。 第一,陆寒的男主人设就遭到了吐槽太娘,作为热,却青年没有一些羊肝之气,明明男主是靠打工赚钱养地没,家境贫穷,但事实上却名牌加深,当观众是白痴吗? 除此之外,演技也是一直让人狗变,即使跟观小童搭戏玩就不了。 第二,陆寒不再是什么流量大咖了,如今连跑男的收视都撑不起来何况是电视剧呢,公布恋情直接让他的人气笑话。 第三,剧情太雷人,各种有益安排的剧情来加快恋情发展,比如说被包洗个泳池,都要弄成两人三足的性能大桥段。 看着就蛮贫尴尬啊,你们对于甜蜜暴击,有什么看法呢?欢迎留言。